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南加州大学的杨凡 对 我们今天刚刚几个小时前呢 出了一条新的消息 就是说奥斯卡呢 今年又增加了819名评委 值得关注的呢 是这次的评委呢 有三个中国演员和导演加入 他们是吴金 赵涛和黄爵 那杨凡你对他们都还熟悉吧 我经常看他们的电影 就是我相信这个中国演员吴京 是应该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一名演员 就他拍那个《战狼2》 应该是说是中国这个民族主义电影的一个 一个楷伯吧 反正非常有名 然后赵涛我也比较熟悉 他是这个贾张科导演的妻子 然后也经常在他在电影里边担任主角 是的 是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人 这次还有黄爵 这次能入选这个奥斯卡评委呢 也是非常的高兴 另外呢 今年这次奥斯卡评委的 这个人选里边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们增加了这个华裔演员 亚裔演员 以及年轻的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其实你看我们的新闻当中呢 也还包括了这个马泰 马泰是在花木兰中是扮演花木兰的父亲的 另外呢 还有前一阵子特别火的 就是那个疯狂的亚洲富豪里边的那个女演员 他也是因为一个电影就马上成名 他是我们叫吴田尼 另外还有奥克菲娜 奥克菲娜特别有名 你对他有印象吧 我觉得就是有这些华裔演员 然后中国演员就是这个作为奥斯卡的评委 我觉得这是多元化 多元化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是是 其实奥斯卡呢 你看他的历史哈 他尤其是最近几年呢 奥斯卡他过去的时候呢 评委呢 他门槛蛮高的 就是一定要是获过奥斯卡奖的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这个评委席里边 那现在最近今年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这次新增的评委里面 有49%啊 是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 不再是美国 也不再是就是 过去都是以美国当地的 这样的所谓的老白男 是年纪大一点的资深的电影人 另外是白人比较多 还有男性比较多 这次可以看是 这新入选的人里边有45%是女性 36%是少数族裔 同时呢也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有获过奥斯卡的经历 只要他在本地的电影圈里 有一些成就或者是值得瞩目 这次也可以看见都已经 有这个入选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我们这个奥斯卡 最近这几年以来 他这个评委的数目 都以800到1000人 这样的速度在增长 现在已经差不多 已经要超过1万人了 其实在看这条新闻之前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 我们就这么多的奥斯卡评委 不过我觉得 他每个评委代表的 肯定不是他个人 而是他所代表的电影风格 然后他的作品 然后以及他这个国家的 甚至他这个国家 他代表群体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今年的这个 奥斯卡新闻评委的事情 肯定对我们的华裔 然后对包括对中国 电影人来说 是一种激励 是一件好事 是是 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 是很鼓舞人心的 因为过去奥斯卡 他还是相对说 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圈子 现在今年你也可以注意到 还包括很多 90后的年轻演员 也有入选这个 奥斯卡评委的 其中就包括 蜘蛛侠里边的女演员 叫赞达亚 然后呢 他只有23岁 另外小妇人 这个Little Women里边呢 还有英国的女星 Florence 她也只有24岁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新生代呢 也已经成长起来了 而且这个奥斯卡 也给了他们机会 所以这对年轻人来说 是个好消息 是啊 这次 这个消息的话 我觉得 特别是给予这个年轻人 很多激励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事情 对 所以今年的奥斯卡奖 明年的奥斯卡奖 有可能会 从内容上说不定会有一些 让人惊喜的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你 杨凡 好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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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